其實巴勒斯坦他們事實上他們官封的能力很強 因為中東的權力結構正在進行快速的重新調整 那中國大陸展現了極高的這個所謂的縱橫百合 勸和促坦的成效 所以當然巴勒斯坦他現在是在弱勢的情況之下 那其實他當然希望中國大陸在將來 巴勒斯坦在建國方面 或者履行聯合國幾次的這個決議案 對於以巴關係的那個決議案 所以就是兩國論 這個希望得到外力的幫助 因為現在就是說以色列在美國的撐腰之下 那事實上以色列是完全不尊重聯合國的決議的 而且對於所謂的屯肯去計畫 把這個巴勒斯坦原來的固有的領域 不斷的殘食精吞 那其實在這個川普的時候 以色列因為有川普做後盾 以色列把這個東巴勒斯坦 東耶穌撒冷也一起一個併吞 然後呢 這個美國是第一個表示支持 所以事實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五六年 巴勒斯坦的處境相當的艱困 可是現在整個的地緣政治轉變 帶動整個中東的這個權力結構 大量的重整 尤其沙烏地跟伊朗之間 那麼關係解凍以後 這個同屬阿拉伯國家的 也還有回教陣營的 這個巴勒斯坦 他感覺希望來了 而且也看到中國大陸 在東中地區勸和促坦 這樣一個這個實力 所以他當然他就趕快去找中國大陸幫忙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當然對於巴勒斯坦 不是說現在有一個立場 過去長久的立場就是怎麼樣 就1967年的邊界為基礎 以東耶路撒等為首都 完全獨立 這個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也就是這個是完全是聯合國的決議案 也就是對於解決尾巴問題 其實聯合國老早有決議案 也就是兩國論 那現在是不能夠落實 主要是美國在後面作梗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一直有一貫的主張 那現在這個影響力彰顯以後 很多國家主動上門求助 那巴勒斯坦就是一個 那當然就對習近平來講 不是件難事 因為中國對巴勒斯坦問題 這個立場不是今天才有的 過去幾十年都是這個立場 不過現在主要如果說 整個阿拉伯世界加上回教世界 如果團結起來的話 那麼在巴勒斯坦問題上 再堅持立場的話 一定會造成美國跟這些 巴勒斯坦跟這些回教國家 還有阿拉伯國家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可能會因為巴勒斯坦問題 會進一步弱化自己在 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其實美國要做全世界的 和平管理者有資源 有那個歷史有那個地位 他偏偏不做到處惹事 就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來講 他做和事勞 阿拉伯國家也不有意見 可是偏偏美國的政客 不願做和事勞 整天自己給自己找麻煩 就以1967年來講 1967年就是六日戰爭 發生的時間點 6月份發生 11月份聯絡國安理會 就通過第242號決議案 劃分好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領土界限 而且當時講好了 都耶路撒冷要做巴勒斯坦的首都 當時在安理會通過的時候 5個常任理事國 10個非常任理事國 全票通過 那你美國後來執行了沒有 沒有 你美國打馬虎眼 你自己同意的事情 你都不執行 所以今天習近平主席提出來 就說我就根據1967年 聯絡國安理會的決議案 那你美國有什麼話說 有理有據有法 那中國這個態度很簡單 美國不做 中國做 那就你美國嫉妒也沒有 說你北京要尋求擴大影響力 這本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做 那我來接著做 你說我擴大影響力 那我要跟你一樣擺爛不成 這個不是一個大國負責任的態度 至於馬克宏 今天一舉的電話 說要參加金磚國家組織 把美國所有的媒體嚇得嘴巴上都張合不過來 不曉得贊成還是反對 反對好像也怪 贊成好像也怪 明知道馬克宏在搞什麼把戲 馬克宏其實是想要打拜登一個耳光 打了拜登講不出話來 因為他上次去見拜登 拜登就用一頓飯把他打發了 他心裡面耿在那邊 不吐一塊 所以先打中國牌 打完了也要打金磚牌 看你怎麼辦 那如果是真的普丁也跑去南非參加金磚高峰會議的話 哇那拜登怎麼辦 拜登你還能夠競選連任嗎 這不太可能的 這個會看出美國治理的無能 要治理這個全世界 要領導這個全世界靠拳頭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的拳頭再大很多也可以不理你 法國不理你你拿了沒辦法 這個肯亞的總統當然很幽默 說我要去買東西為什麼一定要美元 會用美元不可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現在他們當然期待了有其他的貨幣可以期待美元的功能 那葉倫講了說現在美元的儲備已經掉到全世界銀行的百分之六十以下百分五十幾 其實這個額度剛好符合歐洲國家加英國加美國加日本加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這幾個美國的小朋友們 總共的占全世界GDP的比例也差不多百分之五 那所以以後的其他人都會慢慢離開美元 這也未必不是一個壞現象 我覺得還是一個好現象 我覺得中國大陸能夠成功的把這個世仇 而且敵對的如此嚴重的伊朗跟沙特地阿拉伯 然後讓他們和解握手言歡 互設大使館 然後互派大使 這個真的是一個中東地區的大事 而且它也有效的削弱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因為沙特在安全上就不需要再依賴美國了 那安全上不需要依賴美國石油也基本上 美國是它的競爭對手 這樣的情況 中沙之間的關係就往上拉起來了 現在用這麼高規格 20億箱鯉炮 然後在北京接待巴勒斯坦的總統 這個對於整個穆斯林世界 我相信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在關注這件事 也都在看這個新聞 不管是中東地區亞洲的印尼或者是馬來西亞 那你想想看不管是這個沙特地阿拉伯阿拉伯世界的 還有就是波斯灣的那個波斯人伊朗也是穆斯林 他們也都在關注這件事 而一定會感受到就是中國大陸給巴勒斯坦這樣的溫暖 因為沒有忘記巴勒斯坦人 也沒有忘記巴勒斯坦現在的艱難的處境 所以當習近平以這麼高規格去接待他 而且說我們願意幫助你 處理你跟以色列之間的問題 而且對於巴勒斯坦內部 他們跟哈馬斯之間的關係 他也願意介入調停 因為這牽涉到伊朗之間的問題了 因為伊朗跟沙特支持了不同的一個派系 那等於是中國也要開始斡旋 讓巴勒斯坦內部的矛盾要把它再往下降 這樣的情況下就創造了一個更好的環境 能夠跟以色列來談判來對談 來化解那個巴以之間的矛盾跟衝突 接著又談到一個對巴勒斯坦人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國際社會 大家應該要攜手來幫巴勒斯坦 他們的經濟生活獲得改善 這個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講的話 或是對整個穆斯林世界 他們一定會看得到而且感受得到 而當中國的援助開始出去了 幫巴勒斯坦開始建設一些基礎設施的時候 我覺得這影響力當然會擴大 現在三個總統候選人都被要求 要對於兩岸問題表態 要說清楚他們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其實少有常識人都知道 兩岸關係對於台灣的前途的影響之重大 已經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解釋了 賴清德有講得很清楚 他現在被認為台獨今孫 可是他又不敢主張要成立台灣共和國 宣布獨立 所以他就採取蔡英文的模擬路線 就是用中華民國的名號來搞台灣獨立 所以他現在又不敢講統獨問題 他現在只敢講說 我們現在是民主跟專制的問題 大陸是專制 我們是民主 我們要站在美國的立場 然後來跟大陸做對峙對壘競爭戰爭 好 問題又來了 當你涉及到這種情形的話 跟大陸問題會用這種方式解決 就會面臨到和平與戰爭的問題 當你如果不是和平的局面的時候 你台灣講自由 講民主 講專制有差別嗎 暫時的時候一切都會進入特殊狀態 那個狀態比任何一個國家的專制狀態 都來得嚴格 而且台灣可能會成為廢墟 那廢墟之下 談不到所謂自由 談不到民主 更談不到專制 現在是賴清德最嚴酷的考驗 至於兩岸一家親的主張的柯文哲 當然正面來講 他好像比較緩和 溫和 反面來講他比較油條 所以講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可以模擬良可 好像有點沾點九二共識 又有點沾點不太九二共識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居然也能夠某種程度混到現在 真的也了不起 倒是侯友宜面對的壓力特別的大 因為國民黨的黨章裡面明白寫著九二共識 可是現在九二共識經過六七年民進黨的醜化 九二共識已經變成一個好像負面的名詞 所以侯友宜就不敢講九二共識 可是七落八落 東落也不敢講 那不敢講就會經常出現一個人家問他A他打B 人家問他B他打C 那就覺得說他沒有內涵 就會出很多問題 民調就一直往下掉 所以我想侯友宜這邊一定要有警覺 至於柯文哲講的那個網軍 他的嘴巴真的很厲害 他講的網軍說我們要網軍作戰 要貪犯大陸的ATM 貪犯大陸的高鐵 有這個本事當然是很好 可是台灣有沒有這個本事 值得一個很大的問號 他覺得網軍好像講錯了 一個民進黨網軍投給名詞 改成資安團隊 那應該改成資發部好了好不好 把唐鳳那個位置換一換就可以做 國防部實在很搞笑 弄了一個所謂的國防手冊 然後用的解放軍的四北圖 不能說錯啦 但是至少這個四北圖 很多人沒辦法分辨 而且用的是2007年解放軍的制服 現在解放軍在2021年 已經都換新的制服了 所以可能我們的國軍 非常體貼的解放軍 他們可能擔心解放軍的新衣服會弄髒 登陸台灣不敢用 穿舊的衣服先把它消耗掉 所以講很多 所以可能他們來的時候 還會穿2007年的服裝 因為2007的服裝 不可能丟掉嘛對不對 所以登陸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我們解放 我們國軍特別體貼 真好笑 那用烏克蘭的例子也沒有錯啦 真的在登陸作戰的時候 解放軍不會對平民有所殺傷 因為兩邊都不是一個民主的仇恨 基本上是政權的爭奪戰 或者是某種程度 台灣要不要配合美國去對抗中國 這樣的一個問題 跟老百姓其實沒有關係 老百姓只要負責督戰就好啦 那既然是督戰的話 就學赫松的市民嘛 你也可以跟登陸解放軍聊聊天 你也可以對他抗議都可以 但是不要用什麼土製炸彈的東西 那會造成更嚴重的死傷 我覺得這倒是不必要 因為烏克蘭用個老半天 也沒有發揮這個效果 沒有發揮效果的時候 盡量節省成本 不要用這方向去處理 這個其實這個賴清德 他是避重就輕 轉移注意力 他把今年就明年初的這個選舉 定位為什麼 民主與專制的正確選擇 其實這個台灣老早就脫 台灣這個總統執選以後 就沒有什麼民主跟專制的問題 只有一個不守法的政府 如果要說專制的話 那民進黨政府是最專制 賴清德本身是最專制 大家都記得很清楚 他剛新官上任到台南當市長 他就不進議會幾百天 這不是專制是什麼嗎 所以他講的專制是他自己是不是 如果選他台灣就變成專制 不過他講這句話 目的這個司馬昭之心路人 截肢 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灣現在是面臨兵凶戰危 那大陸的這個 這個前外長王毅曾經跟美國人講一句話 他說他說大陸是希望兩岸和平統一 和平相處和平發展 那可是他說和平跟台獨是水火不容 所以大陸只要碰到台獨的話 那就是他就是會用非和平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正好現在台灣的政治人物 你找得出來有另外一個 他的外號叫台獨今孫嗎 只有他一個民進黨滾滾 租公租婆對不對 裡面只有他有這個灌上這個 那他就不是水火不容嗎 他上來就是搞成戰爭與和平嘛 對所以今年年明年初的戰爭 基本上是戰爭與和平之戰 你選擇台獨今孫 你就是選擇戰爭 你要選擇其他候選就可以保持和平 所以賴清德非常知道 他對台灣現在跟未來的危險性有多強 所以我以前說過那個戰爭就刻在 這個賴清德的前額上面 大家看到他就說完了完了 他來當總統 那兩岸不打起來才怪 那事實上也是這樣 那他為什麼要故意移轉注意 因為現在社會上坊間很多人都在 都在非常非常非常怕 因為有史以來民進黨推出來 最毒的一個候選人就是他 那現在如果說這個時機 兩岸的這個這個目前的現狀 你想想看如果他當上總統的話 台灣真的這個國民全民國防應變手冊 要趕快印要印兩千多萬本 大家真的需要真的是兵凶戰尾就會變成事實 那不過現在事實上的話 民進黨事實上是不是真的在鼓吹戰爭 在這個對於戰爭做了很多必要手段 是沒錯 他都一切在準備戰爭 請問一下他有避戰嗎 他都在備戰 對 他說備戰才能夠怎麼樣 止戰 誰說的 避戰才能夠止戰 兩邊要有和平的接觸才能止戰 對 民進黨什麼都沒做 就在搞這些東西都在備戰 既不避戰也不止戰 我還是回答 不會寫這個應變手冊都不要寫 還是在強調美國人也不會寫 所以如果美國人要求你寫 就是說你寫給我看 因為美國的本土也沒有發生過戰爭 他們也不會寫 大家都在玩花招 不理他們 我要談賴清德跟侯友語 很有趣 一個是主張台獨的 一個是這麼強烈主張台獨的 然後現在在選舉期間閉口不談台獨 你不管你怎麼問他 他就是不談台獨 他也不再主張台獨 而他的民調竟然沒有往下掉 這代表什麼 代表綠營的都是假台獨 他們根本不在乎台獨 所以他那個台獨是 當他們是用在嘴巴 在在野的時候拿來用的 他們都是假台獨 全部是假的 但是一個黨章裡面 寫九二共四的侯友語 黨章寫得這麼明白 也就是藍營的 國民黨的 黨章寫得這麼明白 九二共四 而他閉口不談九二共四的時候 他民調卻往下掉 主張台獨的賴清德 不講台獨 不敢主張台獨 民調沒有往下降 這代表他的支持者 都是假台獨 他自己本身也是假台獨 但是一個主張 九二共四的國民黨 的候選人 不敢講九二共四的時候 民調往下掉 這代表 國民黨的藍營的支持者 絕大部分是主張九二共四 那你這個侯友宜 不趕快回來主張九二共四 你等待何時啊 你主張九二共四 你就可以逼的 你侯友宜 你可以逼的 你賴清德跟柯文哲 你要給我搞清楚 你到底九二共四還是台獨 你就兩邊選一個 沒有別的空間 那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我就不太懂這個道理 還有陸委會很有趣 馬英九依法 向陸委會提出申請了 向教育部提出申請了 你陸委會樂不樂見 那是你家的事 你樂不樂見 關我們什麼事 那是你的事 我們的問題問在於說 有沒有違法 你有沒有權力阻擋 如果你沒有權力阻擋 而你阻擋的 你就是樂權 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要彈劾 這部分裡面 我們要糾局 我們要糾正 也就是說你陸委會的 相關的負責人 跟陸委會這個本身 你開不開心 樂不樂見 坦白說 不管我們的事 也不管你的事 我們只在乎一件事 就是有沒有違規 如果沒有 一切依法 你就無權阻擋 你如果無權阻擋 而你阻擋 那當然就要去立委 立法院 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 爭氣一點吧 該站出來就要站出來 還有一個激進黨 是腦袋是出了什麼狀況 上海現在的一個 大學應屆畢業生 他的工資 比我們台灣的大學 應屆畢業生工資還高 請問一下這個激進黨 你去看看辛儒 或是清儒 應該是清儒 什麼時候有大陸偷渡客 來你去清儒 找一找有沒有大陸偷渡客 這些人是活在哪一個世紀 我真是覺得好奇怪 誰大陸什麼時候 誰還會偷渡來台灣 這點幫個忙吧 激進黨 努力一點 你實在是太落伍了 你也跟不上大陸的腳步 真的是加馬進吧 激進黨 那個金川峰會 今年應該是八月 那馬克宏事實上 並沒有資格參加 因為今年 你根本就還不是會員 你怎麼參加 除非你是有被邀請為貴賓 可是過去並沒有這種傳統 而且他們邀請的大部分 都是第三世界的大國 那今年剛好要審查新的會員入會 那一般預期至少會到13 或者到19 都有可能 所以 因為今年我覺得馬克宏 一定是料到 他們要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非美元支付的問題 所以他想要去聽一聽 他就想說我不是美元 我是歐元之類的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大部分的國家 不會歡迎他去 你說金川其他的國家 不會歡迎 不會歡迎他去 因為其他人都還沒進去 對 那怎麼比法國先進去 已經有14個國家提出 而且都是第三世界的大國 對 那最積極的就是沙迪阿拉伯 那另外比如說印尼也有興趣 埃及也有興趣 是 那怎麼我們都還沒進去 結果你馬克宏先來了 差對 這個實在太奇怪了 所以我認為其實要讓他去 也要明年吧 之類的 那葉倫講這個 坦白講IMF跟世界銀行 美國的 因為這個並不是一國一票的 這個是按照股權投票的 美國最大股 美國都故意安排超過15% 對 因為這裡面的重大表決都要85% 美國一國獨享否決權 這種機構不是環繞著美國設計的 誰會相信啊 對不對 世界銀行跟國際貨幣基金都是這樣啊 欸 世界銀行 美國的股權就剛好是15.85% 怎麼會這麼湊巧 為什麼你就剛好超過15% 否決權 一票否決權嘛 對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就是你美國控制的嘛 那你只是不好意思 所以IMF就讓歐洲人當董事長 那世界銀行都是美國人當董事長 都是美國人 對 這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國際政治經濟的ABC啊 李葉倫會不知道 所以我說這個叫言不由衷嘛 他入了拜登政府之後都開始不像個學者了啦 這我也實在沒辦法 完全違反國際事實嘛 本來就是你美國控制的機構 所以你說什麼反映了美國價值觀 鬼咧 你不要表決看大家會不會反映你的價值觀 你就是用一票否決權 把不同的意見整個否決掉 那當然是你的價值觀啊 這還用說 不然你不要表決 讓別國表決看看 你看你會不會是多數 保證不是多數 我跟你講我敢這樣講 所以他是睜眼說瞎 本來就是嘛 完全睜眼說瞎 我覺得馬克宏他這一招很漂亮 也讓他自己的聲量 又進入國際的熱門點 他也凸顯了金磚五國 他是越來越成功 因為我們都只知道說 金磚五國在今年開會很重要 是因為他們要討論擴容的問題 那中國大陸已經表明態度就是歡迎擴容 所以金磚五國會有很多的成員 現在目前有十幾個國家都在排隊 要加入這個金磚五 那金磚五 所以今年要討論的一個是擴容 就是增加新的 第二個要討論這個金磚五的貨幣的問題 那金磚五的貨幣 採用人民幣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那你想當他要越來越廓 規模越來越大 然後他又是新興的發展中的國家 這個對於一個工業大國來說的話 他加入或者參與 對於他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外交社會 那他也凸顯了G7的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以過去整個全球的經濟規則 是G7說了算 那現在很明顯的G7 你看在這一次的廣島的會議 日本卯足全力搞 結果弄出一個宣言以後沒有什麼理會 他也制定不了任何一個國際的規則 坦白說也沒有人理他 那現在我覺得當馬克宏他宣布說想要去參與 是希望南非因為南非是主辦國 那他希望南非總統邀請他 他就可以參加 各位你想當G7開會的時候 印度他在今年有被邀請參加 印度就是金磚五國中的一國 南非又被邀請參加也是金磚五 所以也就是說金磚五的兩個會員國 那麼都有去參加G7的受邀參加 那為什麼G7的國家不能被金磚五來邀請 所以我覺得馬克宏提出另外一個 顛覆性的一個思維 這個部分裡面大陸已經放出訊息 就是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對不對可以考慮 那俄國就是說 反對 俄國反對 其實俄國應該是開玩笑的 就是這會不會是木馬圖城 木馬圖城 但是其實他要的是你法國解釋一下 就是你至少跟我們說明一下 你為什麼想參加 那不過各位想想 當普丁去參加金磚五的時候 普丁等於是重新走入國際的舞台了 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 俄國被制裁的時候 除了中國大陸 到習近平到俄國去給他送來 然後普丁到中國來訪問 但是普丁如果去參加金磚五的時候 等於是又進入了非洲大陸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美國對普丁的圍堵就失敗了 而且如果說馬克宏這次也去 那你想看他跟普丁見面 那這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那個畫面美國看了應該不會很開心吧 一定是氣到不行 但是難道不就也因為這樣打開了普丁的一個路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民意基金會向來的民調民眾黨都偏高了 所以他是獨樹一枝 其他所有的民調民眾黨都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覺得民眾黨實際沒有這麼高 沒有這麼高 尤其是政黨 尤其是政黨 因為民眾黨到現在區議立委 你還沒有看到候選人 你如果說是柯文哲個人支持 那我同意了 柯文哲確實有這個特別好的表現 那這個有一些原因 因為這次顯然就是這個怕賴清德當選的人很多 大概高達將近60% 就是基本上賴清德民調就是35到41 那侯友宜幾乎沒有在表現 所以等於是藍營這個光譜的所有的議題 都是柯文哲在回答 那當然也包括那個侯友宜的宣傳的問題 我每天都可以在網路上看到柯文哲的短片 大概四到五隻 然後他所有的問題 如果回答的不夠得體 修正片立刻就出來了 比如說釣魚島 他第一時間說是抓魚比較重要 那第二時間就立刻講 我沒有說要放棄主權 結果侯友宜那邊連一隻片子都沒有 我看到的是釣魚台這個問題 柯文哲出了兩隻片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場域 就是說你碰到一個國民黨候選人 對於重要的問題都不表態 那當然沒有你的新聞 我再舉別的例子 比如說我請問 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這一趟 侯友宜到底肯不肯定 夏立言現在去參加海峽論壇 你到底支不支持 馬英九基金會現在請大陸學生來台灣被卡 你侯友宜為什麼不站出來支持他 你到底站在哪一邊 沒有人知道 柯文哲到金門支持金夏大橋 請問侯友宜支不支持 柯文哲說他如果當選總統 服貿談判要重啟 請問侯友宜支不支持 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你當然就只有聽到柯文哲的聲音 那他又講兩岸一家親 所以就會有很多藍營的 很多藍營的坦白說 基本上就不希望兩岸衝突 希望兩岸和平 那戰爭與和平這個議題誰打得最響 對不起現在就是柯文哲 就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比如說本來支持郭台銘的 或者是深南的 他們就說支持柯文哲 至少兩岸會比現在好 侯友宜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的立場 搞不好是第二個李登輝 這種聲音就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特殊的情境造成的 就是國民黨這個候選人 他的聲量之低啊 然後對重大議題的回答 聲量之低之不明確 那造成人家 因為選總統大選坦白說就是價值路線 還有政策的選擇 不是說你這個人有沒有親和力啊 有沒有執行力啊 總統不是在選這個啊拜託 執行力是行政院長啊 不是總統啊 總統就是價值政策路線的選擇 所以你這個要有聲音啊 尤其是你要讓人家知道 你跟民進黨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嘛 這要清清楚楚 不然人家怎麼選 模糊就不是策略 對 模糊就不是選總統啦 講白了啦 李選市長有可能啊 選總統絕無可能啊 假設啦 我們一個只是一個假設 當然假設不犯法 假設柯文哲當選了 而這個立法院裡面民眾黨沒有很大的力量 並且民眾黨還是排名第三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聯合政府 對 那就是一定聯合政府 那也就是說 他要不就是跟國民黨談合作 要不就是跟民進黨談合作 要不就組成一個大聯合政府 三黨的人全部都有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台灣的政治當然又進入另外一個新的境界 那這要看未來台灣人的智慧了 但是不排除這種現象出現的可能性 沒錯 但是以現在來看的話 很明顯的賴清德 他本身對於台獨立場的不明確 剛剛正亮一直在強調 總統候選人 你的政治傾向就要明確嘛 那過去賴清德的政治傾向明確 我就是主張台獨 賴清德說我就是主張台獨嘛 可是他現在在迴避台獨 在迴避台獨的時候 他就戳破了一個神話 原來綠營的都是假台獨 沒有人敢搞台獨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一些 大家很多年輕人就看說 原來你們這個主張台獨人 都是玩假的 因為你們到選舉了 沒有人敢講要台獨了 當選了也不敢搞台獨 選舉了也不敢搞台獨 你們唯一什麼時候敢搞台獨 就是你在野的時候才敢搞 大家知道說原來你們都在騙 那國民黨明明白白有九二的黨章 結果侯友宜在迴避 侯友宜迴避九二 迴避來迴避去了以後 那使這個主張九二的或者是支持 像馬英九就是很建設九二共識 那這些藍營的就覺得說 那我們到底怎麼一回事 當藍營的也動搖了 也都不見了 那這個時候剩下的是什麼 都不見了 我覺得對於柯文哲來說的話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變色龍 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沒關係 他說金蝦大橋 金門人喜歡 其實很多台灣的民眾也喜歡金蝦大橋 為什麼 因為我從金門到廈門 十幾二十分鐘就到了 一個高速橋蓋了畫 就幾分鐘就過去了 那金門人也喜歡 台灣人也喜歡民進黨反對 這個時候柯文哲說我要蓋 沒有人敢說他賣台 可是國民黨不敢說要蓋 當時楊正武的時候當縣長 我就說你就硬推 他不敢 沒有這個氣魄 結果一認就沒了 因為對金門人來講 我們的金蝦大橋呢 他不敢 為什麼 不敢跟中央對抗 不敢跟中央對抗的金門線線 有什麼用 結果一認就結束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政治 在這一次中 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為什麼 柯文哲的支持者 跟國民黨跟宋楚瑜 實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宋楚瑜的支持者 親民黨 是從國民黨這邊分裂出去的 柯文哲是自己的支持者 跟國民黨是一點關係的